我们十分高度重视和关心台湾民众的健康权益 大家也看到我们做了很多努力 一是我们对待大陆生活工作学习的台胞 要像大陆民众一样来开放在自愿的原则下 可以打着大陆的疫苗进行预防 我们向世卫组织疫苗计划提供的一千万剂 疫苗中计划的受贿范围也包括了台湾地区 同时大家看到我们的各大驻外使领馆 也在协助当地的中国公民在海外 当然我们也愿意为台湾同胞海外的台胞提供我们的帮助 所以我们的努力是全方位的 那么当前的岛内能不能使用大陆疫苗 障碍症结都不在大陆 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